Hello,大家好,我是阿Jer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快到了 是不是在想,到底送什麼禮物給女朋友呢? 是還在玩女朋友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送禮物給女朋友的不義法門 就是送禮三部曲 是絕對終身受用 第一,就是要訂立禮物的主題 不知為何很多人想送禮物給女朋友的時候 都很容易掉落這個思想陷阱 就是不斷想女朋友喜歡什麼 NO NO,千萬不要這樣做 這樣才會令她更亂,更加不知送什麼給她好 相反,你首先要訂立禮物的主題 而這個主題是一定要你女朋友喜歡或有興趣的東西 就像我這樣,我女朋友本身很喜歡minions 當我送禮物給女朋友的時候 我就會把minions作為一個主題 就是說,我送禮物一定要包含minions的元素 這樣的話,整件事就變得非常簡單 什麼?聽到這裡還沒明白? 即是你可以隨便送一本書給她 再加一隻minions 又或者你也可以送一張花給她 但又再加幾隻minions 總之就是你隨便隨便在一條街上來 只要你再加上你所訂的主題的元素 整件事就會令這份禮物變得獨一無二 到時,她想不開心也很難 第二就是包裝 我發現絕大部份的男生都很容易忽略 所以有很多人送禮物給女朋友的時候 都總是覺得女生好像不是想像中那種很興奮 很開心的感覺 我告訴你,女生真的很煩 送禮物除了要令女朋友開心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要有驚喜 基本上如果這份禮物有好東西包裝的話 除了會大大增加這份禮物的整體印象分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要令到她 不知道這份禮物在哪裡買 你就是不知道的 你這群人經常買的禮物 一下子就沒有收拾我的價錢牌 熟哥哥哥 一下子就用別人的原本禮物盒或包裝紙 蛤? 幫我這人不知你隨便在附近找一間白街或屋神市買 所以你要做到的就是 當她收拾禮物的時候 要令到她產生一種好奇心 要令到她們很想知道究竟裡面是什麼 從而製造驚喜 你不是以為就這樣就結束了嗎? 等我再教大家一招 怎樣才能令一份驚喜的感覺昇華 就是 只要你把你的包裝包和你的禮物的形狀是完全不同 就可以令到你女朋友打這份禮物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以上不到的驚喜 就好像如果你份禮物是圓形的 你就要包著長方形 又或者如果你份禮物本身是長方形的 就要包著整個球 聽你的廢數紙給我 第三就是誠意 誠意這些東西真的很虛無緣 很多時候我男生送禮物給女朋友的時候 我亦都會被她說 嘩 你有沒有誠意的 就是因為這句話 就說得到你辛辛苦苦 用我過幾小時準備的禮物 變成一堆屎 那究竟誠意是什麼呢? 怎樣才會令到我份禮物變得更加有誠意呢? 經過我十幾年多的研究 我發現有一件事可以很具體地表達你的誠意出來 就是時間 女人就是這樣 她們看一份禮物 除了看有多特別和有多矜貴之外 更重要的是 她們會看你放了多少時間在這份禮物上 不是吧?這麼變態? 是啊,就是這麼變態的 有本事就沒有拍拖 那就是說 基本上你準備這份禮物的時間用了越多 她們就會覺得這份禮物越有誠意 但問題是 我哪有這麼多時間 傻了 誰叫你真的用這麼多時間? 很簡單 只要你在送禮物前一星期開始 當你每晚打機打了三四點的時候 突然在WhatsApp跟你朋友說 Good night 然後我就繼續打機 如果明天早上女朋友問你昨晚做過什麼的時候 記得避免儘量直接回答 要等她有一個幻想的空間 這個做法的目的就是 令女朋友覺得你最近每晚都在夜睡 但又不知道要做什麼 當你去送禮物那天 你就把那份 準備了一個多小時的禮物 直接送給你女朋友 那女朋友就會收到一份特別的禮物的時候 被最有意無意的表露出 這份禮物其實已經準備了一段時間 就好像這樣 這份禮物真的 搞到我每晚都搞睡 那很自然 女朋友就真的會很天真 很主觀地認為 你這份禮物最晚晚夜睡 就是為了這份禮物 所以她就會覺得 你這份禮物真的非常有誠意 簡直是可以用一個字形容 無懈何極 好啦,今天就先到這裡 希望送禮三部曲 真的可以令到你的女朋友 當她收到你的禮物的時候 都會又驚喜又開心 又覺得你很有誠意 不過好多事這樣說 其實送禮都是其次 我覺得對於女生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 一個肯陪她過聖誕的人 就是你 很多時候我都會因為工作 打遊戲 又或者跟朋友出去玩的時候 都會很容易忽略身邊的女朋友 聖誕節 一年都是一天 希望大家可以放在手上的工作 配合女朋友 讓她開心之餘 還可以令到她覺得她沒有選錯人 好啦,還是那一句 但是很重要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我可能是為了訂閱我的頻道 BYE BYE 喂? 對呀,拍片了 對呀,我要走過月才能播出片 我想也要 你暫時先不要看完